熱情幫里長夾菜 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 來到板橋里長連儀會 但仔細一看 在座清一色都是民進黨里長 難不成來把裝 你也不要說給他艱苦 他就我的兄弟 我們七年來 到底那感情這麼好 什麼把裝 只要是好的人才 我們都相挺 果真兄弟不是叫假的 里長話說的直白 不怕跟蘇貞昌不好交代 侯友宜在基層藍綠通吃 面對蘇貞昌競選陣營 從輔道院都有總統規格打選戰 侯友宜走自己的路 我在找年輕的小蝦米 來對抗總統大咖的大金魚 大家不要誇張 到底我們年輕的小蝦米厲害 還是總統大金魚厲害 用小蝦米對抗大金魚 來形容綠營炮火 進來槓上了市長朱立倫 侯友宜叫蘇貞昌配老花眼鏡 好看清楚對手是他 反遭蘇貞昌陣營批評歧視長者 他也笑笑回應 我自己也在掛老花眼鏡 這真兄弟 我看不清楚我就掛老花眼鏡 面對對手蘇貞昌陣營三番兩次攻擊 侯友宜不以為意 但針對蘇貞昌 對於布局納法所斷交一事 在臉書上說 台灣要團結因應 他倒是有話要說 我們要好好省私 我們的外交策略 未來要怎麼做 要當家逐政的好好思考 外交策略縱然台灣處境艱困 但執政者也不能沒有解決之道 歡迎收看宇宙宇 李嘉華新美食報導